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反正弦函数 首先的话呢我们来先介绍的是正弦函数 sine x sine x的话呢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图形是这样子的 一个波一个波一个波 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呢问题就来了 我们想要找它的反函数 我们三角函数的sine x的反函数 我们称为arc sine 可是的话呢问题是 如果说我们要存在反函数的话呢 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第一个我们要一对一 第二个我们要硬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三角函数它是不是一个一对一的函数呢 我们一看就知道不是 什么叫一对一呢 就是说我们的话呢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法 我们的话呢随便画一条横线 我们只有一个焦点 这个才叫做一对一 像这样子的话呢都不是一对一 那更别说我们后面有一大堆了 我们只画了一小段 所以的话呢我们必须要 要让它反函数存在 我们就一定要给它一些范围的限制 那么我们来看看怎么样限制呢 我们来看右边的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把右边的地方截掉 左边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 左半边也截掉 来我们开始来把它删掉 诶刚刚好 这样子就是一对一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的坐标是多少呢 这个是二分之拍 这个坐标是 负二分之拍 于是的话呢我们就这么说了 三角函数 sine x 我们的话呢 这个三角函数的话呢 我们希望它的话呢 的反函数的话呢 要存在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怎么做呢 我们限制 x的话呢是在哪里 负的二分之拍 到二分之拍之间 诶各位同学的话呢 sine的反三角函数叫做 叫做什么呢 我们用这个这个符号 sine负一 各位同学不要念sine负一哦 我们要念 arxine 我们要念arxine x arxine x 就是所谓的 sine的反函数 那么也就是说 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比如说 sine的 sine的三分之拍 好那是多少呢 同学应该知道 三分之拍的话呢 就是二分之 根号三 那么我们的话呢 可以 也就是说 arxine 二分之根号三 那是多少 就是对应回来就对了 就是三分之拍 我怎么对应过去 你怎么对应过来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要求了 这个的角度的话呢 要设定在二分之拍到负二分之拍之间哦 来我们来看看做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的话呢 arxine二分之一 各位同学知道 这个地方的话呢 答案是多少呢 答案是六分之拍 我们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把它设定在 负九十度到九十度之间 这个我们称为主值 因为三角函数啊 我们的话呢 是不是一个一对一的函数 我们必须要给它一些限制 让它变成一对一 这样子我们的反三角函数 才有意义 自己的项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